台湾什麼副理 安息醫院什麼的對不對 他的安息日是什麼時候啊 禮拜六 那所以在這一週 我們這個第九篇的信息裡面啊 其實講到的主日還有Bobby聚會 那我們有幾個大點 那前面幾個點其實我們可以很快的帶過 那我們待會兒會 我希望說有一些負擔 跟各位多交通一下 尤其是在我們的Bobby聚會裡面 應該是要怎麼樣的一個感覺 還有怎麼樣的進行的方式 這是讓主得著的經驗 得著的讚美 所以我們把前面幾個區別 稍微做一個解釋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第一大點講到的是說 主日不是安息日 那這邊應該多加一個叫做 主日不是舊約的安息日 舊約裡面啊 神創造了天地 六天之後 第七天 那這個看完聖好 所以就安息了 就休息了 所以呢 這是他歇了他一周的工作 所以神把這第七天的安息日吃給人 要人也得作安息 Amen 所以這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做工 只進入神的安息的裡面 那這邊也講到第三點 安息日是有福音的預表 因為先有救恩再有工作 先有生命後有行為 所以安息總是在行為和工作之後 之前 安息總是在行為和工作之前 所以安息日的意義 就是在就業的時候 因著神的 我們創造的神 六天之後 需要讓人能夠在這邊 不工作來享受神 來這邊得作安息 所以在就業中的命令 是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功能 那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的摩西 摩西大家都知道 他帶領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 進到曠野 曠野四十年之久 然後再進到美帝 但是摩西有沒有進到美帝 沒有 那為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他是沒有聽神的命令 怎麼說呢 第一次摩西用這個帳 把海水分開了 所以就是過了紅海 第二次他使用帳的時候 是在百姓到曠野的時候 沒有水喝 所以百姓向摩西在這邊抱怨 那耶和華神聽到了這個聲音 所以就要摩西擊打這個磅 就流出磅石的活水出來 那等到第二次 這個百姓又有抱怨的時候 那神要摩西是 吩咐這個磅石 流出活水來 有沒有要叫他擊打 沒有 但是咧 摩西卻因著神的天然觀念 他認為他那個這樣 這個讓紅海分開 讓磅石流出活水 這一次還是要打 所以一打 這個就不討神的喜悅 也就是違反了神的命令 因為潘石就是月表基督 基督也只能死過一次 所以在這邊講到的點是說 神在舊約的規定 命令 是很嚴格的 所以有很多舊約 就是說所謂一直 一直這個實行 舊約的規 這個實行的話 大部分都是在守安息日 是在第六的第七天 就是周六 所以那個台安醫院 他們把周六定為安息日 是這個由來 但是到了新約以後呢 基督就是這個安息日的 應驗和時期 那當然從舊約轉到新約 是一個時代的轉移 所以神也要我們 能夠轉移注意 轉移怎麼樣注意呢 注意七日的第一日 七日的第一日 給我們看見 就是主復活的日子 在聖經裡面 尤其是在四個音書 有多次的顯現 有多處的說明 主的顯現 主復活之後顯現 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 所以七日的第一日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主日 那主日 在後面我們還有講 還有一個是主來的日子 這是不一樣的 在英文裡面叫做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那主來的日子 在原文裡面叫做 the lowest day the lowest day 所以我們常常說的主日 其實是指七日的第一日 那主日 這彼得也有這麼用過 彼得也有這麼用過 在啟示錄那邊 啟示錄那邊的一章十節 就講到說 在 在主來 在 我看看是哪一節 當主日我在陵裡 當主日我在陵裡的時候 他看 他在拔摩島 海島 當主日我在陵裡 聽見 在我後面有大聲音 如 最好的說 那 那個時候的意象是 他講到 是主日 那是主來的日子 好 所以我想第一個點 講到的是主日 並不是安息日 我們在這個觀念上面 有一個區別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來講到說 這個主日 七日的第一日 的根據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一起唸一下這個詩篇 好不好 將人所砌的石頭 已成了綁腳的頭塊石頭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 在我們眼中看為稀奇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Amen 好 第二處來自 《徒行傳》四章十到十一節 我們一起 你們眾人 和以色列百姓 都當知道 站在你們面前的責任和懸慾 是因你們所定此之下 神叫他從實力復活的 阿薩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 那是你們將人所棄的石頭 已成了黃角的頭塊石頭 Amen 這個我們主復的日子 乃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所以在這邊啊 主要的根據有舊約 也有新約 在舊約的時候 舊約當然是一個影兒 預表 那麼在新約就是一個實際 所以在舊約的時候 神在一週裡面挑選的是第七日 在新約裡面 神在一週裡面挑選的是哪一日啊 第一日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主日就是一個禮拜的第一天的起頭 Amen 第一天的起頭 the first week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那麼呢 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救世主耶穌 復活的日子 那在新約的 教訓 教導裡面 是只有積極的 往前 並沒有消極的 所謂消極就是說 如果你不在 你在安息日裡面做任何事情的話 就擔犯了神的規矩等等 就沒有這些消極的命令 但是卻有積極的命令 積極的命令是包括什麼呢 我們需要來到他這活水的跟前 我們需要來到身體的當中 我們需要來紀念主 所以是有許多積極的命令 好 好 那麼我們很快的看到第三大點 主日的使用 那既然 主日啊 其實是我們基督徒 最容易標明我們是基督徒 的一個徵兆 人家問說 禮拜天你去哪裡了 你的回答是 是什麼 去聚會 有些人說 禮拜天早上我們去爬山啊 但是這個時候啊 如果你可以在眾人分別為聖 你說主日我要聚會 我要來到這聚集裡面紀念 我的主 這就是我們標明我們身份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觀念 所以主日我們每一周都來 那主日到底要怎麼用呢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所以主日就是指的七日的第一日 是為了教會聚會的日子 聚會就是我們基督徒最明顯的一個 行為 好 好 那所以 七日的第一日有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做的就是要紀念主 第三大點的 第二點 好 那我想請弟兄來讀一下第一小點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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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